Hello大家好,我是Eva,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胶原蛋白 那相信听到胶原蛋白这个词很多女生都坐不住了,对不对 那就包括小时候我们妈妈们都会说 多吃点猪蹄,多啃几个鸡爪子,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对不对 那到底通过食补或者是市面上零零总总的这些胶原蛋白的补充产品 能不能吃进肚子里头真正的补到皮肤上呢 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因为我是理工女啊,就不要肘 所以呢我就去研究了各种人的分享 然后呢再去专门研究了一些偏科研科普一点的文章 那我做了一些小笔记就可以分享给大家比较简单的啊 那胶原蛋白其实它是占我们人体总蛋白的30% 然后我们的皮肤的组成大约有80%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重要性在哪里了 那但是胶原蛋白其实不光存在于皮肤里边 它存在于一些身体的结体组织啊,肌肉啊,骨骼啊 其实都是有胶原蛋白的 那这样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吃胶原蛋白也好,补充吃各种食补也好 外面买的东西也好 那吃进去了,那是不是会到达我的皮肤 被我的皮肤吸收呢 还是被我身体其他地方吸收呢 那首先我们就要来看胶原蛋白是什么 那胶原蛋白啊,那这里我看一下啊 胶原蛋白它是其实是由三条氨基酸组成的多态链 组成的一个螺旋的结构 那它的分子量的非常非常大 到达了大约平均分子量到达了30个道尔顿 那道尔顿呢就是一个分子量的一个单位哈 那我们也不深究它到底具体是什么了 我看到有人分享的一个比较简单 我也参考它的这个分享的做法哈 就是比方说,哎,我们这个多了啊 它其实是一个三条的一个螺旋结构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胶原蛋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吃是吃不进去的 或者说吃进去是不会被吸收的 你就正常的消化就走了 所以呢,像我们补充肯猪蹄,吃鸡爪子 这些它就是已经是胶原蛋白 那你身体是很难吸收的 因为它分子量太大了 所以呢,如果你说直接补充胶原蛋白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致上碎 就是你胶原蛋白太大了 是不能直接补充的 那怎么样能补充呢 那市面上呢,就出现了很多产品 那其实它是,是说你怎么样去补充呢 胶原蛋白,这样分子太大了 我们胶原蛋白不是有很多氨基酸组成吗 我们就把它掰小,掰成拆成 每一个小型的小的这个氨基酸 那我们吃这些小的这些氨基酸 好,胶原蛋白太进去 那由这个不是就好吸收吗 小小颗粒进去就好吸收了 那但是呢,其实因为我刚刚讲过啊 身体是不光是皮肤需要胶原蛋白 身体的骨骼肌肉也需要胶原蛋白 所以你吃进去的这些小东西 那有可能就不一定 可能一部分到了皮肤 一部分到了骨骼 一部分到了肌肉 所以呢,那你吃进去的 可能很多绝大部分都倒不了 你的皮肤去合成你皮肤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那市面上的这些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能不能吃进去被皮肤吸收 合成皮肤的胶原蛋白呢 之前市面上的这些 我是没有看到任何在真人临床 有实验数据报告出来的 那有没有呢 因为我先生是做科研的 所以我对这块会比较敏感 我就会比较在这方面 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 那最近已经新出来了一款 是可以真真正正正 有真人实验报告出来的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 我下期会给大家具体的分享 那所以如果是想了解的 那关注我 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